南韩女星宋慧乔出演蓝色生死恋 浪漫满屋后一炮而红 精致的外貌和出色演技令她不仅受到大量观众喜爱 还收获了娱乐圈不少的友谊 深知是爱慕 即便是现在41岁 都和不少年轻一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坦称韩国颜值新兴杀手 甚至不顾年龄差传出绯闻 宋慧乔在演艺圈红了20多年 今年更凭影集黑暗荣耀获奖无数 精彩的剧情在海内外掀起热潮 第一部和第二部都登上了全球第一 宋慧乔他在剧中饰演校园暴力受害者文童英 完全跳脱过去的女神形象 向观众展现了另一个崭新面貌 宋慧乔坦言在黑暗荣耀后 遇见了广阔的作品世界 从某个瞬间开始 因为不拍一些多样的作品 所以我也厌倦了我的演技 觉得人们看到我应该会很无趣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觉得演戏没意思 但当时拍黑暗荣耀 题材也变了 我的目的也变了 表情和台词也变了 在拍摄这部作品的过程中 演技再次变得有趣 并逐渐期待看到处于不同体材下的新鲜面貌 因此今后对这种体材的关注似乎更多了 首导的作品也比以前多样化了 提到对下一部作品的期待 宋慧乔表示因为演过很多爱情剧从小就这样 所以还有很多我没尝试过的类型 想演恐怖片 完美的惊悚片 也想演反面角色 还想演更多浪漫喜剧的傻瓜 浪漫满屋是2004年24岁的时候 当时是最后一次 之后演了很多真挚的角色 先前曾传要与新生代人气女星韩少喜 合作自白的代价 两人更在社群互动 让网友们嗨翻 韩少喜更跑到宋慧乔的社群上 表达喜欢及仰慕的心情 让许多网友期待 不过原先电视剧导演是拍过 太阳的后裔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这一山的名导演李英福 却传出李英福因健康出状况 找来指导聚集怪物的导演沈奈言接棒 但沈奈言不久后也退出制作 双方讨论后决定退出 合作告追让观众感到可惜 但其实感到最遗憾的或许是身为宋慧乔迷妹的韩少喜 因为事后她本人还在宋慧乔的博文底下 宣誓主权 奶还是我的 真的不要太爱了 近日宋慧乔更是在社群晒出猫咪的影片 并标记韩少喜 被网友猜测两人私下见面 宋慧乔18日涂晒出一段猫咪的影片 地点疑似在家中 只能看见两只灰色的小猫 宋慧乔表记了韩少喜 并用了爱心的表情符号 韩少喜随后也转发宋慧乔的现实动态 但没有任何解释 两人互动让网友们猜测 谁懂啊 一直觉得他俩长得好像好像啊 真的都好美 他俩能拿下全球女生媒胎玩笑 期待俩美女能合作 乔妹去韩少喜家撸猫了 那肯定还有更多私下的聚会 什么时候才能合作一部 最好是百合题材 宋慧乔其实也表达过 韩少喜好像是很可爱的朋友 如果能一起就好了 我和少喜 沈那连导演都觉得遗憾 说着总有一天一定要见面就分开了 所以更加遗憾 和年轻的MZ一代一样 预示和这个时代的女演员 一起合作时是什么感觉呢 最近讲述女性故事的作品越来越多 应该还有机会 在韩少喜出现恋情绯闻后 都不用公司回应 粉丝们宁愿相信他和宋慧乔在一起 也不相信离谱的谣言 而被称为脸蛋天才的彻隐忧 甚至在年初也和宋慧乔传出了恋情绯闻 今年年初 某演绎相关的网络大V 在外网频道上传了题为43岁宋慧乔 承认和比自己小16岁的彻隐忧相恋的新闻 该消息刚在网上出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据爆料 最近出现在电视剧拍摄现场的宋慧乔状态跟一望不同 脸上充满了明朗的微笑 爆料人还点出是因为他跟小16岁男性车淫忧正在恋爱 恋爱的美好 令宋慧乔一改离婚后低沉 冷酷的形象 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不仅如此 爆料人表示宋慧乔跟车淫忧在车内共处两个多小时 在这期间向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说不定 如此心事淡淡的爆料令无数网友震惊不已 毕竟宋慧乔跟车淫忧看上去像是拔杆子打不着的前后背关系 加上俩人的年龄差实在是太大 消息荒唐到很难令人接受 不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妨碍车淫忧和宋慧乔的好感情 上月6日 车淫忧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与宋慧乔的合影 引发网友热议这也是两人久违的再度合体 他们两个身着得体的服装坐在一起 微笑着面对镜头 车淫忧穿着背领白色内搭 搭配黑色宽松的休闲西装套装显得非常精神 而宋慧乔则身着戴蓝色淑女公主连衣裙 歪着脑袋露出一抹温柔甜美的微笑 回顾一下历史 车淫忧和宋慧乔的恋情传闻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流传 两人合作了电影在片场频繁出双入队的景象 引起了媒体和粉丝们的关注 加上两人在微博上频繁留言互动 情侣感十足的照片也时常在社交平台上曝光 无疑让人们对他们的感情状况充满了好奇 在当时车淫忧和宋慧乔均为正面回应恋情传闻 只是以好友关系来回应外界的猜测 但他们频繁曝光的互动照片和消息 还是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但是很快两人就在鸽子的事业中忙碌起来 不再有过多的互动和合作 恋情传闻也随着时间淡去了 而这一次两人的再度合影 让他们的恋情传闻再次被提起 当天车淫忧发文称 跟我一起坐等夏天的美好 这个夏天我开心我们在一起 宋慧乔也回复道 好久不见 开心能跟你重逢 晒出合影的当时 车淫忧和宋慧乔都没有对恋情传闻做出回应 然而这张照片还是引起了媒体和粉丝们的猜测和关注 有人认为是两人重逃恋情 有人则认为只是普通朋友间的见面 不过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张合影都表明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很好 总之车淫忧和宋慧乔再度合影 也再度引起了大众对他们感情状况的猜想 不过只要两人能够开心相处 互相支持和鼓励 相信粉丝们都会支持他们的选择 除了引起关注的恋情传闻 车淫忧和宋慧乔的事业发展也备受关注 车淫忧一直以来以情心的形象著称 而他的演技也备受认可 他在电影、电视剧和综艺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被誉为中国娱乐圈的新生代代表 而宋慧乔则是韩国娱乐圈的大腕子 他曾出演过众多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 也赢得了许多奖项和赞誉 他的演技、美貌和气质备受赞赏 成为了亚洲演艺圈的代表性女星之一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 车淫忧和宋慧乔在生活中也有不少共同话题 两人都十分热爱运动 车淫忧频繁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运动照片和健身心得 而宋慧乔则是哀美者 经常发文分享自己的经历 所以即便有着年龄差 但相互欣赏私交甚好的两人成为朋友 不是没有可能 并且两人气质出众 被粉丝称为豪门姐弟 宋慧乔向团团星火的中心 吸引了太多优秀的伙伴 不提从事至终陪在身边的朋友 像车淫忧和韩少喜这样的也不在少数 相比于朋友凋零的前夫宋仲基 真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